这一次要跟我们分享是家庭安全博览会 是他们家吗 我们就要来听听了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时经文经 无论在美国 在欧洲 在大陆 在台湾 任何一个时间属于他们的时间点 他们一定能够完美的一个演出 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周周不掉线 即便在飞机上都还是连线在做回应 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透过通关蜜蜜 来遇见我们熟悉的时经文经 一起来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的 我们一起来 家庭安全博览会 感恩时经文经 来 请 上人 金色师傅 全球的家人们 大家好 我是姚思金 事法号慈亚 我是借文青 上人 事法号季勇 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参观一场博览会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博览会呢 你可能常常会听到什么茶博会啊 介绍茶 花博会介绍各式各样的花会 那有时候艺术展是展览各种不同的艺术品啊 但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博览会称为家庭安全博览会 也就是为我们家庭的每一份子的如何安全的生活为目标来举办的一场这种博览会 那我们从这个台湾的零四零三大地震 让我们提高的这个注意力 所以这几年来呢 我们的生活都会因为自然灾害啊 像地震 山火 洪水 土石流 还有一些人为的灾害 比如说诈骗啊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制造我们生活上有的不一样的恐慌 都会让我们的生活倍感受到威胁 所以借着这个博览会的名义呢 来增进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心理健康 并且呢 让大家学习防灾的知识 还有急救的技能 这就是我们办这个博览会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生活啦 那我们看到这把伞吧 那你就明白了这场家庭安全博览会 就好像一把伞一样 能把安全预防准备 照住大家的生活 保证是安全的 那现在你这看到这个画面 是在大电视台的网页上 可以看到的气候时钟 都倒数计时 都只剩下五年多了呢 只剩下五年多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气候时钟 他一直在倒数计时的警告着我们 但是呢 每一次的灾难过去了 大家想想会不会再来呢 因为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实在是造成了地水火风 四大不条的灾难一直传来 我们大家还记忆犹新的像台湾啊 日本的大地震 那在过去几年的大水患 还有加州澳洲等等各地的山火 还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山火 还有虫害 其实这些说白了 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巨大天灾 我们不得不要问问自己 你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的灾难再来临时 我们要如何应变呢 所以呢 我们要学会了防灾办法来降低灾难的损失 所以在这个持续美国总会 在去年11月的时候 还有持续美国本家北加州分会 在今年4月21号的时候 都连续的举行的家庭安全博览会 也就是提供这种紧急应变措施 让大家都可以 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家庭博览会 我们看看有什么内容吧 好 那在这个北加州的这一次的博览会呢 是在这个盛和西的慈继置业园区所举办的 对不起 我这个PPT 好 然后呢 这个北加州呢 他因为在举办的时候 是积极的跟社会 跟社区里头一起来做关怀 所以这次的活动呢 是由美国持续总会来统筹 还有北加州的政府一起来主办 同时呢 也邀约这个广邀这个西谷各个政府单位 还有社会团体来共同协办 比如说像红十字会啊 新希望基金会啊 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单位 或者是说社区团体都是大力的来支持赞助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区共善 好那现在让我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北加州的慈继置业园区所举办的家庭博览会去看一看 在我们一进去北加州分会现场就看到很多海报 来展示这个博览会的内容 那一般来我们讲说办活动嘛 都是要注重环保的这一部分 首先就是在报道区你就可以看到了 报道的工作就是采用电子化 减少纸张的使用 也避免排队消耗的耗的时间 那这就是办活动要重视环补 那为了让民众呢 更加了解各项防灾安全的守护资讯 还有这些资源呢 现场我们有很多的展板 都是在协护大家在生活安全当中 要注意如何防患未然的一些信息 那这里面有提供像洪水啊 地震啊 山火啊等等自然灾害的家庭急难的准备 当然也有针对的 因为当地啊就是生怕有枪击啊 或者有电信诈骗啊 或者是网路攻击等等人为事件呢 也在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的这些教育 所以也就是一个观念 就是说指导大家做好预防工作 这就是应对灾难的最好的办法 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加强社区民众防灾意识啊 应变能力的一些课程 像比如说遇到诈骗可疑事件 如何保护你自己的身份 不被窃盗或提醒到你如何应变 那还有就是说地震来临时 或者大水啊 或者大火来临时 我们如何远离这些灾难 甚至还遇到枪击事件 要如何应变等等 那像这些灾难来临的应变方法 都在我们展示中可以看到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 大爱感恩科技也有参加 那么从一个爱心毛毯谈起 不仅这个提醒这个救灾物质的需求外 最重要的是丁宁做好环保 就可以减低灾难的发生 所以在博览会的现场 展示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是的 所以说在现场里的大爱感恩科技呢 它的展示呢 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安全的展示 那博览会里面 也有静态还有动态的活动都有 那除了这个慈祭之外呢 我们都是广邀 这个各社区还有政府的单位 还有社会团体 那一起来协办 比如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消防车啊 这个就是消防队里面 也有防灾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设备 还有信息 那我们也将很多的社区的资讯呢 提供给社区居民 那在现场还办讲座 有现场的心肺复苏数 这个CPR的示范 还有教学 还有你在家庭里头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之后 心灵也要接受一些辅导 那当然这些讲座里面有提供 那当然很多自然灾害 要如何准备防范的这个知识 也在这里都提供 还有家庭暴力 以及心理健康的一些认知啊 还有应变啊 也都在这个家庭博览会里面 让大家能够可以学习 也可以得有很多的知识提供 所以有关上面这些知识 是透过讲座 由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 对 而且对不同的主题 做比较详尽的介绍跟讨论 还分享各种这个 所谓安全资讯 那比如说这张图的右边 CRT这个危机处理的资讯委员 Nancy Liu 她在论坛中呢 她跟大家分享的 什么叫正确的防灾的观念 还有要分享如何进行灾后的心理重建 以及将如何所学到的这些灾害 应变措施 都可以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所以博览会的论坛课程很多 我们就分享几个 比较印象深刻给大家 好 那这其中里头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新背负叔叔 CPR的教学 很多人都说 那你这个我常常看 但这一次呢 稍微让我感觉不一样的 我要跟大家介绍 这示范的教学 是由我们持继志工行民 利用这个人体模型 看看这个左边这个图 他利用这个人体的模型 分别来讲解 教大家救成人 或者救幼儿的心背负叔叔叔的技巧 让大家在现场学习正确的 CPR的动作 还有要领 现场很多人都体验了 这个简易的救人技巧 希望大家在短短4到6分钟 能够把握黄金救命的时间 来抢救生命 最主要的是 透过这个人体模型上面 还有正确使用的亮灯指示来学习 你就可以知道你暗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亮绿灯了 就表示对了 所以咱们讲解的很详细 又容易明白 这对我真的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我第一次 在人体模型上真正的尝试CPR 比以前我想象的还要觉得困难 那老师指导我们在胸外 如何去按压 让你感觉很简单 因为透过这个人体模型 就让你特别记住 那以后呢 万一我们急需要救助的时候 知道怎么来做 不再像以前 要按几下 还有口对口 这一次不用了 他就会告诉你按的正确的地方 然后直角的力道多大 你就可以正确的来做操作了 还有在现场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台湾0403大地震时 特别重的大家关注的福慧革评 它是慈悲与智慧 发明的这个历生救灾的物资 所以说近视科技的总监 蔡森伦师兄还特地从台湾远道来 非常重视 现场解说介绍 那现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加州政府有个叫Listo的项目 那么叫你如何准备逃生包 那这逃生包的内容有哪些呢 而且你在逃生包平常要放在什么地方 所有细节都介绍得非常详尽 让你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 那比如说你要准备如何保暖的衣物 答案我们希望可能是一件什么样的大衣或者什么呢 但是请看看它真正的就是这一张 看好像纸一样的东西 非常薄的 一张细薄 OK 当然详细的情况 我们会在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再跟大家仔细的介绍 那还有一个摊位呢 也让我非常感动 我要介绍一下 他们就是新希望癌症华人关怀基金会 那这个里面的义工啊 士工啊 全部都是癌症的患者 他们不是手心向上等着人家关怀 而是他们是手心向下走出来 在为癌友或者非癌友的人做服务 那为了帮癌友找到希望 这次也是让我最佩服最感动的地方 那一整天的展会呢 将近四五百轮来参观 也还有将近我们一两百位的志工 整个现场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从海报的设计内容啊 从步场啊 志工爬上爬下 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布置 甚至我们在当天的中午 还有提供给大家素食 因为素食就是饮食的安全啊 所以说呢 连这些素食都是我们的志工亲自在做 志工没有分彼此 从核心到协力 从总会到分会 大家真的没有分彼此 大家都承担参与工作 认真合作的来配合 发挥持续的认真精神 真精神就是 将社区的居民 看到了我们在这一次的博览会 就是用真爱来爱社区 我们的志工就是用心去做 大家说的用心就是专业 所以在博览会现场 除了有这个安全讲座 这些活动进行 也设立了捐款箱 持续送爱到台湾 援助地震的灾民 当然每一位参会者 都纷纷的献出了爱心 这是一个营造安全和附属 家庭安全的博览会 当天来了将近700多人 非常的圆满 所有的课程都是非常实用 贴近平日的生活所需 来参加社区的居民 或者是承担的事故 都非常的受惠 那这就是实际跟社区共善 将安全的生活落实在社区每一个日常 与我们未知的无常当中 那这种社区共善的模式 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到世界更多的地方 好的 我记得前一阵子到马来西亚去分享这个家庭安全博览会 他们获益的很多 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来推广 他们也想来办一个安全博览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安全的知识带给大家 感恩您的影音 好 非常的感恩 我们请您收掉画面 那同时导播我们还是tag 现在他们做出来的这个简报影音 跟他也让时经文青也在画面上 每一次在听时经文青在做这样的分享的时候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因为他们因缘的关系 所以常常会在不同的一个世界 或者同一个世界而已 讲错了 不同一个国家 可是他无论就是一般我们如果到这个国家 或不是会比较不熟悉 就不会出门去参加活动 但是很神奇的 他就到哪一个国家都一定会融入活动 所以你看这个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北加的一个部分 然后他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都要非常用心 因为他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他十分钟的分享也就算了 里面做的像现在 你有没有看到他常常让很多的报道 有新闻 或者他自己做成这样的一个自动循环的一个相片影片 于是乎在他分享的时候 这些影片就不断不断的一个重复 我们也就在极短的一个时间 透过那分享 在搭上这些影片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一个清除 所以是如此用心的 所以今天他们跟我们播报的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加拿大管心理马上说 家是每个人身心安顿之处 也是在外打拼遇到挫折或者遇到天灾人祸时最可靠的避风港 预防剩余治疗 他们两个就在群里面说 在北加中的十经文庆大埃之音 一样准时在云端和大家相聚 那我们北加的爱珠也是我们的英文口译 他说 Have a wonderful day Wonderful to welcome all to our online study group 就是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并且欢迎所有的我们的书友都在这里 那加拿大的管心理更是 十经第一次用英文留言 我们真的好感动 但是他其实是双语很厉害的 那非常感恩我们的宜兰的金格 还有以及北京的周蕊心 包括桃园的彭氏国 都上线嘉义的瑞临 所以无论您在哪里 还有YAU美丽 我不晓得您是谁 但是非常感恩跟树梅 谢谢 那我们非常感恩 第一阶段我们就是由十经文庆 带着我们来绕了这一个安全的 叫做家庭安全博览会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感恩感恩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往下看一下了 我们大概共散这边 我们持续先